我那么爱他 他却对我不屑意过 你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 却能被他珍惜爱中 林卫杨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我无法忍受你左右他奸引的心 我无法忍受你即将毁掉他的信念和谋划 我更无法忍受你活在他的身边 我要杀了你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我都要杀了你 你恨我怨我 你冲我来 你为什么要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你杀死白芷 还有太子妃 不 是你 你身边的人都无法远离死亡的诅咒 是你害了他们 你所关心的人 白芷 太子妃 周玄梅 一个个都不得猴死 还有三声 剩我告诉赤云柔 周玄梅救回了紫妍 所以才会让赤云柔出手去害死三声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背后拨弄 你为了一己之私 做出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 你还有没有人性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爱他 为了他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是我错了 我还一心在期盼着你可以有一点悔过之心 你泯灭人心 你已经无可救药 你满身滔天的罪孽 你根本就天地不容 如今我已经有了南安王的子嗣 母凭子贵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我已经有了翻身的机会 你别再拿你的孩子作孽 曾经往后 我们恩断义绝 云渭阳 你别得意 你别得意 我们之前 还没有结束 殿下 你知道我最恨别人有事瞒着我 这么大的事 你竟敢不跟我说 殿下 嫦如知道错了 嫦如应该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殿下 殿下不要再生气了 这本该是件喜事 你本可以凭着身孕 成为我的侧妃 可惜现在 你古归一归 还不是因为李温药 难道殿下看不出来吗 这次是李温药 射击陷害我的 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知道是我害了太子妃 也许他也在怀疑殿下 我警告过你 不要招惹他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因为我知道 你爱他 我说过 我绝不能容忍殿下 心里有别的女人 你也说过 你愿意安静地依附 在我身边 可你没有做到 是 我做不到 我本以为我可以 可是当我看到殿下 对李温药心动的时候 我就知道 原来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殿下 你死心吧 就像嫦如得不到殿下的心 殿下也永远得不到 李温药的爱 你 你 你我是同类人 我不想对你动手 好好生下孩子 不要再打李温药的主意 殿下 殿下 我们俩还是不动女人 你越是只要护着他 我就越恨他 你既有了身子 若是早同本宫说 本宫还能为你做主 可是到如今 本宫也无能为力了 嫦如明白娘娘心疼嫦如的心意 嫦如现在别无他想 只想平平安安地为殿下生下孩子 为殿下开枝三业 你既有此心意便是好的 嫦如这次来 是想提醒娘娘 殿下与柔然公主的和亲既然不成 娘娘也该为殿下选妃了 你似乎话中有话 嫦如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嫦如对殿下一片真心 却总被殿下误会 你有话就直说吧 娘娘 殿下对李未央爱慕非常 一心想娶她为妃 嫦如苦劝多此 却被殿下误会为心胸狭窄之人 不行 南安王绝不能娶此女 可是 也不知道此女是否有妖术 竟将殿下迷得昏头转向 南安王现在已经不能自拔 还请娘娘多多劝说 如今 只有娘娘的话 殿下才能听得进去了 启禀娘娘 南安王求见 要是被殿下知道我在这里 又不知道该怎么误会我了 你暂且回避一下 本宫今日 倒是要问个明白 是 娘娘 鱼儿见过母妃 宴会之事已经准备妥当了 母妃放心 一切安排妥当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倒是需要找机会 多和朝臣们接触 另外 如果有合适的人选 不妨考虑一下亲事 昨日本宫与皇上聊起此事 因为柔然公主的事 皇上似乎对你心存歉意 一心想为你找一个 德才双全的好女子 你与母妃说说看 你是否心中已有何意的女子呢 有劳母妃费心 只不过选妃一事 倒不用急于一事 怎么能不急 就连高阳王都成亲了 你连个正妃都没有 我看 马太傅家的千金不错 知书达理 蓝星惠质 正好与你相配 你若愿意 本宫这就禀告皇上 就此定下 太傅千金虽然不错 可年龄尚小 儿臣经常出征在外 并非良配 儿臣忽然想起一件急事 恕儿臣先行告退 看来你说得没错 李未央 依子错满盘积术 娘娘可得想想办法 不能让殿下继续错下去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